是不滿意 所以要求換一個新的球 那這個從畫面上 兩位都是 這個横拍 兩邊進攻的選手 黃色球衣的陳夢 尤其他的反拍的力量 非常的強勁 特別注意 他的反拍 可能一波接一波的加速 那他的對手 李小丹 他的進攻的模式 左右進攻是穩健型的 當然他的本身條件的好處就是 左右都能夠開攻 沒錯 那比賽當中 當然李小丹一定要 頂得住陳夢的這個 加速的一個反手拉球 兩位選手在國際賽場上 先前曾經有一次對戰的經驗 在2012年卡達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四強戰上 當時獲勝的是 黃色球衣的陳夢 4比1的局數 打敗了李小丹 當然如果講國際賽的出賽場勢的話 陳夢出國比賽的機會是比李小丹來得多 千萬不要因此而小看李小丹 其實他的技術也是相當全面 只是因為 中國大友隊可能每場比賽派出來的原額有限 對應該來講 這個在打法上呢 比較年輕的陳夢是比較兇悍 就是說力量 發出的力量是大於這個李小丹 但是比賽的過程呢是要有一個技巧 是不是適時的做一些 調動對方的一些位置 第一局的比賽 正式展開 先發球的是紅色球衣的李小丹 陳夢在四強戰上打得比較辛苦 面對同樣來自中國的木子 跟他是敖戰到了第七局才驚險的獲勝 而李小丹呢 面對到土耳其的侯美林 輕鬆的以直落勢打敗對手挺進到的冠軍戰 雙方呢 大致上在打法上 就是所謂的來回球會蠻多 而且是左右擺數 反手對反手 可能正左方做一個反拉 基本上他們側身的機會 對來回球快的當中很少 這個女子選手呢 基本上反手對反手的機率是蠻高的 我一開擠呢 感覺上陳夢還沒有穩定下來 對 其實陳夢的打法也算是蠻全面的 不過轉播即將比他下來 發現他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一個穩定度 對對 他有時候呢 打得順呢 得分力很高 因為有時候呢 自己呢 常常無畏的這個產生的一些失誤 2比2的平手 李小丹的發球 又是在接發球 像這種 處理稍微短球 基本上呢 也沒有什麼強攻 所以應該陳夢要稍微穩定下來 銜接下一板的對攻 李小丹還是發球之後 自己呢發球搶攻出界 在開局的比賽雙方好像都還在試探對手的底戲 在當你心裡想說要贏球想贏球 就會出現這些很大概簡單的球也是失誤的 對 3比3的平手 發球拳現在來到了陳夢手上 好 出王 然後要重發 李小丹在女子雙打的冠軍戰呢 搭檔木子 是以直落三 擊敗了 來自台灣的搭檔李一正和許慧淳 已經先在今年的瑞典公開賽上拿到一座冠軍 好球 可以看出陳夢呢 在這一球的這個速度呢 是加速的做一個回擊 但李小丹呢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一定要落點左右的去調動陳夢 好 李小丹的發球 應該是偏右邊 這突然間左邊的短球 哇 這時候呢 還是出現反拍的這個失誤 他大概很擔心陳夢一個速度的一個來球 第二次的發球 一份落後的李小丹 中路的短球 先拉起來 不過在中路的部分 李小丹感覺 不斷的想要嘗試左右開工 但是因此速度上面可能跟不上陳夢 跟不上陳夢很快 他這個基本上一打就往上 往前的做一個摩擦 對 先做一些 這個右邊 正所謂調動 讓陳夢呢 沒辦法做反拍的 一個技系的一個前衝式的進攻 偏向陳夢的正手 6比5 領先的還是陳夢 反手的短球 雙方又在中路進行對決 但李小丹在想要主動變線的時候 發生了失誤 這兩位在反手的這個擊球呢 都是因為是平面膠皮 帶有摩擦 帶有摩擦跟速度 但是明顯的李小丹是稍微控球 速度比較慢 當然這樣的話要拿分是比較難的 哇 好球 這個陳夢的突然擺一個很短的球 直接在桌面彈兩次 哇 這個沒辦法進攻的 差距慢慢的拉開 陳夢 反手拉球出界 也讓李小丹拿下了第六分 好 領先的陳夢呢 勢必是再次的發一個 帶有上線 來做一個搶攻 一般這樣比較容易 讓對方打偏高了 一般來講 葉錦耀的關頭呢 一個不轉或上線球為主 好偏高 這個就直接搶攻了 所以我想 壓力帶的這個李小丹 也沒辦法 直接大膽的做一個台內的進攻 9比6的三分領先 陳夢的正手短球 剛剛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再試一次 哇 這個球 李小丹呢 打太多中路了 是不是能夠打開 左右角度呢 這個可能 這一局打完應該要思考的 陳夢第一局好像就抓著這條中路來打 控制住了李小丹 對像這個李小丹呢 就是對角線的調動 化解掉了陳夢的一個局點 不過 陳夢仍然有三個機會能夠 在這場冠軍戰 在這場冠軍戰 先下一層 好 戴開 好球 李小丹呢 讓陳夢的位置呢 已經重心有點偏了 總是不能讓陳夢站在球桌的中間 就這麼好打 我想這個是明顯的 對陳夢來講呢 只要左右調動呢 就會影響他的步伐 三 三 三 八 一樣是十比八 重新來執行這次的發球 好球 對 又是一個大角度的調動 陳夢 在李小丹來講 他的整個 左右的這種穩定 事實上弱點是可以掌握 那陳夢呢 他是屬於速戰速決 速度非常快的 最後一分能不能直接搶攻 陳夢放一個 正手搶攻 再搶攻 對 剛剛我想陳夢的戰術很明顯 最後也用他最有把握的方式來搶下分數 敵決的比賽由陳夢以11比9獲勝 在這場女戰的冠軍戰當中 1比0暫時領先李小丹 可不勝 我們的選手 敵決的比賽 陳夢11比9獲勝 在第二局他要先來發球 好球 突然間一個急倉球呢 讓李小丹完全沒有注意 陳夢先吃得戀 繼續來進行第二發 好 八彎搶勾 正手的對蠟 這次取得上鋒肉是李小丹 從離局的比賽 李小丹 除了在穩定之外 也要想辦法主動變現 取調動陳夢的角度 應該是可以說是 如果是相對的對抗 正手對正手 李小丹 就不會落在下風 但是反手對反手 陳夢的力量 基本上是一直在加速 好 李小丹 發短球 哇 這個球設計得很好的 應該是可以拉過去的 但是還是摩擦的角度出現問題 2比2 哇 這個球呢 雖然李小丹的想法是想要快速的調動 但是質量不足的當中 哇 這個陳夢已經等在那邊了 對 所以呢 當然你打調動的正手位是好的 但是呢 事實上一定要有一些的速度 好 陳夢發球 直接就是在中路做一些落點的變化 對 你只要讓陳夢站在球桌的中線 等著反手位的話 你可以看出他的力量開始加速 陳夢 2分的領先 現在要面對到李小丹的發球 哇 想要拼長球啊 這個失誤來的不是時候 這時候自己這樣的戰術之後 下一個發球就麻煩了 應該是短短的球啦 好球 帶有一點點 防守當中的調動陳夢左右 對 讓他左右的話呢 以陳夢來講呢 他會產生一些失誤啦 那因為陳夢本身 他是想要發力的人 你又要左六移動 那正常的時候 有時候比較難堅固 對 就是麻 比較能夠產生一些失誤 回擊出界 現在雙方剩下一分的差距而已 好 正手短球 哇 可惜可惜可惜 這個球李小丹已經帶開了位置齁 事實上呢 下一板應該就會得分 結果打 打掉了 對 在第二局裡頭 李小丹的失誤率明顯的增加了 這樣子對戰況是更加不利的 對 好 李小丹發球 能不能拿回兩分 出網 重新來 執行這次的發球 好啦 發球搶攻 一個機會球自己拉出界齁 還是讓陳夢拿下的第七分 在分數咬上來之後 李小丹現在缺了一口氣 去追平這個戰局 這次的算說陳夢也不是特別穩定 但能夠慢慢的把這個差距給拉開 哇 小心啊 這個陳夢站在球桌的中線 左右開攻 剛剛距離拉遠沒有辦法打贏李小丹 這次陳夢選擇在近台的位置 左右開攻 事實上就是不能讓陳夢站好位置在那邊打 一定要讓他左右的做一個橫移 8比4 對 哇 這一把李小丹把這個侵略性給打出來 對對對 就是要放開啦 拚這種球賽 又是發在了中路影響到了李小丹的擊球 今天在照顧中路上面李小丹 總是顯得有點猶豫 這個球有時候橫拍就是說 你到底我是要用側身正手還是反拍進攻 好球好球 應該是要像這樣的擊球的這個發力 你就不要猶豫 白暖稍微高 其實也不是特別高 但是李小丹把握住了最高的擊球點 反手加壓拿到第六分 對 喔 這個球 可以說是陳夢呢 難得出現喔 球差反手會掉了 好 接下來呢 領先的陳夢 應該是會 領先當中呢 更積極的直接的進攻了 好 先發一個轉球 好球 哇 整個P場啊 但這個整個P出界了 這個穩定性啊 這出現在這邊還是 但是 有時候還是 不應該失誤的 李小丹連追帶趕 現在又追到只剩一分差了 來到第二局的後半段 剛剛缺了一口氣 李小丹現在可不可以補足 中路的白暖 哇 機會球 李小丹呢 還是出現了 這個很可惜啊 這種球應該是可以進攻在手的 現在也讓陳夢 10比8 逼出了第二局的局點 跑出王 又要重發 哇 突然把角度給打開了 李小丹 拿到了第9分 對 你只要 送到陳夢的正所謂 正所謂的話呢 你要反拉呢 你的反應跟步伐一定要跟得上 還有一個局點的機會 陳夢 好像有點差別 拿下了第11分 連續兩局的比賽 陳夢都是以11比9獲勝 因此在這場女單的冠軍戰上 陳夢2比0 暫時領先李小丹 黃色的陳夢 2比0暫時領先他的 中路隊隊友李小丹 哇 可惜了 這個李小丹呢 掌握進攻 最後呢 還是沒有 打好這個球 李小丹 應該是 要更放開的 這個 擊球的力道應該要增加了 1比1的平手 發球拳現在來到陳夢的手上 李小丹其實 在兩局的比賽裡頭 都有機會能夠 獲勝 但始終都在關鍵的時刻 會發生一些失誤 對 要像這種應該是 可以做一個上手的進攻 反倒自己也沒有拉好 哇 把長球對抗了 陳夢如果能夠在發球上呢 連長球都有自信的話呢 對自己的打法呢 當然就是很有把握 那落後的李小丹 不能防守 一定要做一個發球搶攻 對 加速吧 哇 哇 這個不能往 陳夢的 中路 太多的一個定點位置 你可以發現呢 陳夢的優勢就是在 反拍的加速的擊球 一板接一板 讓李小丹呢 有點招架不住 現在差距 在第三局的前半段被拉開 李小丹1比4 除以三分的落後 好球 對 對角線 打向陳夢的正手 好 引先的陳夢發球 這兩球呢 如果能夠拿下來 當然整個就拉開了 好 先發短球 好球 做一個有效的先主動拉球 當然李小丹 李小丹的這個狐仙球是蠻穩的啦 一般來講 第二板的話呢 就應該是 做一些 位置的變動 回到一分的差距 發球搶攻 好 又是在中路 哇 這一次狐仙想要拉得比較高 結果陳夢是發生了失誤 4比4的平手 看看李小丹能不能夠 藉著這股氣勢 趁勝追擊啊 一個短球的觸網 要重新來 好球 互相的左右開工 左右調動 感覺上 只要有打向呢 陳夢的正手 就會影響他的穩定 所以我想李小丹也很清楚 馬上把分數追上來 而且領先一分 哦 陳夢積極的來調動李小丹 都打在中路的附近了 一些落點的改變 讓李小丹失去了重心 事實上陳夢好像是 你練球 你打我一個位置 我來拼命的加速的摩擦 好 又是一個好的機會 李小丹出現了拉球的 又是一個失誤 所以這選手喔 他本身呢 如果你真的要排名 世界前幾名 這些球呢 都應該要穩住下來才行 對 哇 一樣的 這個他的 對手陳夢也是一樣 好像電腦突然當機了一樣 突然怎麼打怎麼不進 6比6 好 現在兩位選手來到中半段了 呈現一個僵局 輪到李小丹來發球 應該是短球來做一個進攻 好 先擺短 哇 這個球 很明顯的齁 在陳夢呢 控短之後呢 馬上銜接進攻 好 李小丹反手呢 應該是他的 也是主要的 關鍵十個發的球 對 打向陳夢的 正守衛 得分力是蠻高的啦 所以這個要冷靜啦 尤其李小丹喔 能不能說有效的 不管正反手 都是往陳夢正 正守衛去擊球 會來的比較容易拿分 中路的短球 正守 對啦 對 還是站上風 雖然來回的5-6板球 你可以看出 這個陳夢呢 重心還是偏掉了 沒有辦法站穩腳步 繼續來拉球的結果 也讓李小丹 再度超前 好球 又是往正守 再次的讓陳夢 出界 當然對 李小丹呢 就要靠自己 因為沒有 沒有教練員 應該有教練員 要提醒他 9比7的2分領先 李小丹 要把握住自己這兩個 發球的機會 翻手發球 對 正守在正守 拼命的正守 對李小丹很清楚了 這個完全是戰術上呢 明顯的 應該是這樣才能拿分的 現在李小丹 有機會搶下 教育比賽的第一局 批出了他在 決賽上的第一個局點 好 還是正守 拿下最後一分 11比7 這是兩位選手 在第三局的比數 獲勝的是 紅色球衣的李小丹 目前他在這場 冠軍站上 目前 暫時以1比2 落後給陳夢 第四局 一開始要由陳夢先來發球 第三局的比賽 李小丹 好像恍然大悟 找到了打陳夢的方法 對 打這個球呢 只要呢 讓陳夢有正拍的回擊 不管是正守方或者中路 基本上陳夢失誤力就會提高 這個球 李小丹沒有拉準 很可惜啦 這個球應該有點彈跳是往上 所以沒有掌握 擊球角度 1比1 進攻 還是沒有打好 這個李小丹呢 已經 兩球 基本上打到球拍的邊緣 對 所以應該判斷上有出現的問題 算是非獸破性的失誤 對 完全是非獸破性的失誤 哇 突然間呢 都送到陳夢的反手 那當然 這個不客氣啦 最喜歡的位置 對啊 我就是 最厲害的就是 前衝式的 一板接一板的進攻 你怎麼防呢 李小丹呢 應該是 心態上應該又想要穩扎穩打 不行啦 應該是大膽的先調動 陳夢 3比1的領先 陳夢的發球 對 往正手 正手位 拿下了第二分 還是差不多位置的短球 開始掉動 要在中路 可惜 可惜 這個也是李小丹 李小丹的最主要的一個 擊球弱點 那自己也沒有打好 直接就出界 李小丹來到了第四局 又開始出現失誤偏高的狀況 好 反手發球 哇 突然轉正手加速的一板 讓陳夢拿到第五分 當然也不可能每一個球 陳夢都會失誤 因為回擊的質量 而且高度蠻高的 那以陳夢的這個 他的 這個體型的力量 你要讓他站好進攻呢 當然是 非常強勁 對 好 反手發快的 哇 這個球沒有注意啊 陳夢直接的反拍的進攻 落點也是相當深喔 壓迫到了李小丹 現在陳夢有慢慢的把 領先的差距給拉開 對 先掉開 這個幸運的一分 剛剛好插到網子之後 爬了過去 六比三 陳夢三分的領先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哇 發長球 喔 還是打陳夢的正手 哇 李小丹呢 在落後呢 就是敢打 那第四級的開局呢 有點保守 所以分數被拉開 現在呢 我就是往你正手打 對 反而 看起來不太會打領先球的感覺 落後的時候能追分 但領先的時候沒有辦法守住 4比6 一小丹 發球 搶勝手 啊 可惜可惜可惜 當然要 自己要特別注意 因為 對方陳夢呢 也會思考 哇 你怎麼每一個球都打我這邊 所以人 基本上會注意右邊的來球 哇 這個被他逮到了 陳夢你看 這個球呢 這個 站好 站好的位置呢 反手的力道 出手的時間 都是非常快 又一次的 陳夢慢慢的 踩了油門 要把和李小丹的 差距拉開 哇 先掉開 對 這個李小丹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要有一點點 大角度的 反手 會讓陳夢 稍微移過來 喔 這樣的配合 他的正手呢 喔 就比較恰當 哇 結果這個 高喜安的球 陳夢發生了失誤 這個 對陳夢來講呢 這是不應該的 如果黑潘有教練團的話 應該是會稍微提醒他 這種球呢 一定要贏的 有些人把握住的球 其實今天兩位選手 都發生了一些狀況 哇 分數又追上來了 李小丹呢 好好的掌握一下 讓陳夢現在在 穩定性出現問題當中呢 能拿下一些分數 好發展球 對 哎呀 想要做一個 拉一個 正手 自己也產生了失誤 就是機會球 現在讓陳夢逼出了 四個局點 哇 落後的時候就敢打 對 李小丹 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是李小丹 要克服了一個 這個應該是 心理技能要 所謂的心理素質 各方面要訓練 這個在乒乓球場上 這個心理這一堂課呢 目前來講是很重要的 對 一直往正手移動 直接的一板 強勁正手拍 讓陳夢拿下了 第四局的第十一分 而在贏得了這一局之後 目前陳夢在這場 女子單打的冠軍戰上 3比1 取得聽牌的優勢 3落後 也沒有退路了 應該呢 更 大膽的一個 調動 陳夢的 尤其是 兩大角度 正所謂呢 應該要多打一些 一開始 李小丹靠著一個 幸運的 查邊球 在第五局 掀持得點 當然兩位熊手 在進攻跟 調動對手的 把握度上面 有在提升了 再一次的 陳夢 這個右邊的球呢 也沒有什麼很大的難度 可以看出 這個打法上 陳夢還是 比較對他的反拍 比較有信心 對 我發球直接得分 發球的位置呢 都是以中路 讓李小丹來選擇 你是要用反手 還是用正手 對 今天 李小丹在處理 陳夢中路來球上面 碰到很大的困難 丟掉了分數 有很大的比例 都是來自於中路 好球 連續三板的正手位 這個 從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我想 如果陳夢 應該他們自己都有錄影 他回家應該會加強一下 他的正手 的聯繫拉球 可惜 可惜 好像兩位選手 都把握到對手的一個罩門 陳夢就知道 可能把球往李小丹的中路送 他會出現比較大的問題 李小丹呢 就是來攻擊陳夢的正手 因為一拉長變持久戰的時候 陳夢會發生失誤 這個應該是在領先的李小丹 提分數上 應該要穩扎穩打 幸運的一分 拿下了第四分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這個整個比賽的過程 兩位選手呢 就是在這個整個打法上 有時候突然間會失靈 正手 高水球 這個球呢 李小丹呢 身體稍微 對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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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打那麼順的當中 突然間接發球 沒有做好 這個就是屬於 他的穩定性呢 要再加強 沒錯 好 李小丹還是利用他的反手 來控制短球 好 準備進攻 好球 這個球回擊太高了 當然以陳夢來講呢 也沒有移動 直接的做一個反拉 相當快的一個來回 好 又是正手 最後還是 就是 在得分上呢 李小丹還是往 陳夢的正手位得分 哇 這個應該是可以統計出來 他看 李小丹你拿的分數呢 超過一半呢 都是往 陳夢的正手位 好 得分的 兩分落後的陳夢 這個發球觸網 要重新來執行一次 好 發中路 哦 又是一個 五位的失誤 這個球呢 李小丹也是想要回擊 正手位 就是所謂的直線球 讓陳夢還是有追上來囉 也是發球 哇 反手要拉中路 結果掛網 對 這兩位選手 他贏球 一球之後 進攻上 逮到機會 自己產生的失誤 也讓李小丹 守住了領先 好 短球 哇 太高了 太高了 李小丹呢 這個 心裡想得 很有他的用意 這個球完全是要送給你啦 當然你要打正手位呢 你沒有速度 沒有角度是也蠻危險的啦 李小丹 剩下一分的領先 要靠著自己的 發球的把握住才行 掉洞 對 掉開了 這個呢 也可以看出 這個球就有點 角落 而且呢也是一個加壓的動作 我想這個比賽 事實上 落後的李小丹是有機會的 他只要掌握住 哪一時候出手 往正手去擊球 好 陳夢的發球 中路短球 好球 白短之後 馬上轉為無牽球 現在李小丹在適應中路的部分 好像也慢慢有了起色 差距來到三分 陳夢的第二發 一樣是中路的短球 正手拉起來 右邊 我是送的好好的位置給他 穩穩的啦 李小丹 這個我想喔 能夠要拿分 要拿在這一集 應該可以強調他的速度啦 太保守 總是 沒有什麼很大的壓迫性 好像只想把球給拉近 對 他只要打到右邊就好 其實應該要有點力量 兩分差距 好 就突然間 做一個搶拉 現在李小丹 逼出了 第五局的局點 10比7 有三個機會 能夠把戰線給延長 對 應該是 一分一分的拿 這個比賽呢 還沒有 打到最後一分 誰要贏還不 不曉得了 搶攻 這邊是陳夢 漂亮的調動對手的腳步 先化解到李小丹的一個局點 李小丹還有兩個機會 現在面對到陳夢的發球 還是發展球 被動了被動了 這個球完全是李小丹掌控的進攻 第五局的比賽 李小丹以11比8拿了下來 拿到第五局之後呢 也把落後的局數變成了2比3 只落後一局而已 休息一下 繼續回來欣賞兩位選手 在第六局的交鋒 繼續來欣賞陳夢和李小丹 在瑞臨文壞賽 女丹冠軍戰的交手 比賽現在進入到了第六局 第一分雙方的交手就十分的激烈 對這個第六局呢 當然李小丹的戰術沒有改變 但是陳夢呢 已經到要注意他的正手的反拉 只要看得住的話呢 當然陳夢呢 就不會猜太多的失誤 第二次的發球 反手拉 正手 又是往正手打 這時候呢 李小丹很暫停 在第六局一開始就連掉兩分 李小霞不願意 這個反撲的氣勢 就這樣被捏洗啊 對 事實上 應該是李小丹的進攻呢 是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要思考一下 大概心態上呢 不要想說球穩就好 這個球穩 我想這個球賽 就很難贏球了 對 要打凶 凶一點 所謂的凶一點 就是說 大膽的去擊球 那思考之後 看是不是 能夠有所改變 那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目前陳夢的反手呢 沒有很適當的機會加速了 因為給他反手的機會也不多 對 對 佔領回來 輪到李小丹自己的發球 看看是不是能立刻止血 來到比賽的後半段 越來越著重在反手這個部分的發球 直接被拉起來搶攻 對 發太長了 當然你對陳夢的反拍的 這個進攻呢 你要防得住難度會很高 出網要重發 差一點點就掛網發生失誤 好險這個球就有爬過去 又是在中路 哇這時候呢你可以看 這是陳夢很有效的一個得分手段 對 那李小丹呢 你這麼保守呢 只有回過去中路 那你肯定是被挨打的這個份了 4比0的開局 哇這個整個氣勢有點 泄氣啊 像氣球被搓動一樣 對對 那你又不能暫停了 所以呢 要怎麼樣 化解這種危機呢 李小丹應該搶攻啦 哇這個球呢 好的機會呢 也是造成了進攻的失誤 盲理有錯的情況下 現在陳夢是6比0領先李小丹了 輪到李小丹來發球 讓陳夢再拿一分 現在整個有點節奏亂掉了 亂掉了 亂掉了 要拼長球 哇還是不敢掉動 這個李小丹突然間第六級呢 很明顯的 除了落後之外呢 一直在球穩 打穩而已啊 那當然你看陳夢的速度呢 他是不說 越打越快 8比0 在叫完暫停之後 李小丹並沒有辦法 有效的控制住 廠商的局面 同時現在 自己有點越打越亂的感覺 陷入到大幅的落後 哇這個連丟9分 很少見有這種 哇這個陳夢呢 應該是禮貌上 不把你10比0啦 對 這選手有一些默契 原則上是 很少看到11比0 哦這時候呢 當然 李小丹呢 還是1分1分的拿 追成了2比9 不過剛剛這一段 突然 走中啊 也讓雙方的差距 一下子拉得非常開 這樣子 李小丹想要反擊 就難度非常高 對這個球呢 雖然是打的直線 但是送的力道呢 稍微弱了一點 嗯哼 那以陳夢的 進攻呢 還是有一定的質量 好 反拍 陳夢的賽末點出現 哦先慢慢打 哦先穩住跟他對抗 來到反拍的時候就加速 但是這一次 陳夢還是發生了失誤 讓李小丹再拿到第三分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出王重發 草球 最後正所的板媽得分 李小丹回擊掛網的情況下 讓陳夢最後就以11比3 拿下了第六局的勝利 最後呢也以4比2的局數 打敗了同胞隊友李小丹 陳夢 成為了今年瑞典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冠軍 那麼這也是陳夢呢 今年第二座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冠軍 非常恭喜陳夢 當然在看完這場 女子單打的冠軍戰之後 也要請周老師來跟我們談談 這場比賽其實兩位選手 都有一些明顯的缺點存在 那麼最後 為什麼是陳夢獲得最後的勝利呢 對 這場球賽呢 當然陳夢呢 能夠獲得勝利 主要呢 他的反拍的威力 事實上是很有殺傷力 在打的當中呢 也平平的得分 那落敗的李小丹 感覺上呢 他一開擊都想贏球 那打得非常的保守 那在擊球上呢 都是輕輕的回擊到陳夢的反手位 當然陳夢就毫不客氣 繼續的進攻 那當他落敗的時候呢 才開始調動陳夢的正手方 但是呢 應該是時機太晚了啦 所以這場球賽應該來講 是陳夢發揮他的反拍的 這個相持能力 而且是強勁的一個反拍 所以最後呢 獲得了勝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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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